6月21日午夜,银川市一烧烤电发生燃气爆炸事故,目前为止,共造成31人死亡,7人受伤,正在全力救治,当即成立调查小组,调查事故原因。 据内媒周四无引述自治区党委消息,事故起因为烧烤电液石油气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爆炸。 据现场民众称,烤电地下发生爆炸后,再把二楼的天然气管道爆,并将楼层之间的楼梯炸毁。事故具体原因正调查。 事发后,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,只见令人心痛,指示全力做好伤员救治,安抚家属,尽快查明事故原因,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 据新华消息,21日晚9时左右,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族街的富阳烧烤烤电发生爆炸,目前救援人员已从发区域台出约多名伤者。 消息指,事故至今造成31死亡,7人受伤,正在医院接受抢救。 记者在现场看,该烧烤店门前布满碎玻璃,救援人员正在陆续救护车上台商者,据现场群众描述称曾听到爆声。 据目击者陈女士称,周三晚上8时36分,她已吉姆。 在距离市发烧烤店约50米处,听到一声巨大爆炸,其后两名是应在店中跑出,其中一人吓得跌在上,店里冒出浓烟,现场闻到很大霉气味。 陈女士,爆炸后约5分钟消防和救护员分别赶到现场,但 时候她离开,当时烧烤店二楼的火还未铺锡。 以急救中心周三称,事故中的所有伤者均被送往下一科大学总医院治疗。 该院及诊科工作人员,已经收治了多名伤者,伤势有轻有重,正在全力治。 事故发生后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为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。 宁夏,川市新庆区复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,造多人伤亡,令人痛心,教训深刻。 要全力做好伤员,治和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,尽快查明事故员,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 银川市当局其后成立事故查组,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梁延顺,自治区党委副书记、自治区主席张于浦。 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,到医院看望商,并研究部署事故善后处置及全区安全隐患牌。 整治工作,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内容,星岛申诉网100集诞生。 我最喜爱影片票选,由6月16日至6月30日,玩游戏赢取,值超过10万丰富礼品。立刻点击投票。